来举行桌上的模拟演习 美国防长奥斯汀第三度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南韩 这次他将与南韩防长李中介和总统尹习岳见面 鉴于朝鲜半岛核子威胁声闻 奥斯汀在韩联社刊文表示 华府和首尔即将展开桌上演习 不过文章中并没有说明演习举办的时间 郑乔也在南韩访问的还有北约秘书长 但他仍关切恶务战争 并希望南韩能调整不提供冲突国家武器的方针 不过目前尹习岳仍未点头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将于2月初访中 不过他仍还没到大陆又先下马威 美方不能一边谈沟通谈合作 一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跨越的红线 尽管如此布林肯届时到访 应该还是会就台湾问题向大陆表示关切 避免台湾沦为下个乌克兰 法国和澳洲防长在巴黎会谈 双方会后发表的2加2联合声明也强烈反对大陆武力威吓 并重申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与深化对台关系 对照过往的声明两国挺台的论述又明显升级 TV新闻综合报道 而面对北韩的核武威胁 南韩最新民调显示数有76.6%的民众认为 有必要自主的开发核武 详情交给向如 好的 彩燕首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那就是最近的时候 北韩的话近年来竟然为核武来立法 而且的话北韩的核武水准的话是日益成熟 这也使得南韩民众非常的忧心 根据南韩1月30号发表的一个最新的民调 南韩人竟然有76.6%的人认为 当然我们当然要自主来开发核武器 为什么呢 因为有高达77.6%的南韩人认为 北韩根本不可能放弃核武 同时的话还有78.6%的南韩人认为 北韩将要进行第七次的核试验 再来的话就是有高达一半以上的南韩人认为 当朝鲜半岛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 美国会出手保护 采燕 再来关系是美国媒体引用三名消息人士的报道 说一群美国军官正推动五角大厦 批准向乌国提供F-16战机 有这样的事吗 向如 好了 采燕没错 美国的媒体的话呢 他们是引述了消息来源说呢 乌克兰的军队准备要在春天 发动了最新的攻势 主要是当然要收复师徒 所以美国的话呢 他要推动的是有没有可能要用 F-16战机去援助乌克兰 首先的话我们来了解一下 F-16战机一直是乌克兰的武器 愿望清单之一 希望用它来换掉了苏联的老旧战机 同时的话呢 F-16战机它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它的空对空飞弹 基本上可以抵御俄罗斯的无人机 以及飞弹的攻击 好 那么来看一下 乌克兰的高官怎么说呢 他说现在在西方的盟国 就援助军机和长城飞弹的问题 正在进行快轨谈判 也就是正在进行快进当中 那也许您很好奇 援助F-16战机一定要美国同意吗 其实欧洲国家呢 他们也可以自行去援助乌克兰 F-16战机前提 前提是美国要同意 那么美国同意了吗 来看一下美国总统拜登 明确的说不可能 蔡燕 好的 向如另外呢 现在美国军援 给乌克兰的海马斯系统 是不是快要遇到克星了 没错 蔡燕 我们再带大家来看一下呢 那就是现在的话呢 在俄罗斯的话呢 他们出现了这个铠甲SM 它是一个中短程的 飞弹防空系统 要投入了实战当中 用来对付什么 你刚刚讲的海马斯系统 同时的话呢 还有一款那就是铠甲S-1 现在的话呢 铠甲S-1也出现在了 莫斯科政府的建筑物屋顶 以及普清郊区的官邸附近 好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呢 近期的话呢 这个铠甲SM的话 即将要送达 送到哪里呢 特别军事行动区 用来做什么呢 加强防空系统 而且呢 它有更大的射程的范围 首先的话呢 他们要对付的是乌军的无人机 以及火箭弹 再来的话呢 就是海马斯 除此之外的话呢 那就是铠甲SM战车 这个战车呢 它可以装备48枚的微型火箭弹 同时的话呢 这个新型的铠甲系统 它可以摧毁无人机的范围 多增加30% 而且呢 目标攻击的高度呢 可以呢 达到了18公里 好 那么看完了国际消息 如果你还想要知道 更多的娱乐头条的话呢 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可以提供给您 最多最快的娱乐头条 蔡燕 另外来看 乌克兰他们的国土 大概有40%面积 都被买下地雷 为了要除雷 他们到国外取清 引爆地雷 炸出黑色浓烟 战争都过了30年 柬埔寨还有数百万颗地雷 这样的痛 现在乌克兰感同身受 基辅西北部的小镇 波罗江卡 在打跑俄军后 依旧漫步地雷 根据非政府组织 地雷监督 2022年报告显示 柬埔寨和乌克兰 是全球9个 大规模地雷污染国家 这也让乌克兰 决定求助柬埔寨 大队人马亲自 飞到柬埔寨取经 从金属探测器 到日本知名重工 小松电机开发的 队人地雷除去机 都请囊相授 乌克兰全国有四成土地 满是地雷 已是全球最大地雷区 不仅有俄军埋下的 未爆弹 还有当初为了 阻止俄国进攻 乌军自己埋下的地雷 这些地雷 藏在树林田野间 不但炸伤农民百姓 还导致64名排雷员受伤 多达13人死亡 排雷员短缺 乌克兰得依靠自愿者除雷 像是这位37岁的女子 就放弃了健身教练的工作 来帮忙除雷 还有前美军精锐部队 绿扁帽的退役成员 也来帮忙 只是缺乏更精准的探测 除了进度缓慢 好在现在乌克兰获得日本援助的排雷神器 Alice Alice是由日本东北大学研发 基本上就是结合了传统金属探测器 以及雷达 可以透过电波研判地雷深浅的可视化探测机器 日本给的干脆 倒是乌克兰心心念念的鲍尔坦克 德国到底给不给还不明朗 泽勒斯基最新发声 似乎在暗批欧美说的太多 做的太少 鲍尔到底放不放行 媒体消息先曝光 德国的民警周刊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 一个说德国总理肖兹点头援助鲍尔坦克 另外一个报道说美国政策法夹弯 本来说不给的M1爱布兰坦克现在要给 德国和美国都可能迫于国际压力松口给出主战型坦克 俄罗斯已经开枪 若是真的给 就是对俄罗斯新一婆公然挑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去CNN平比此生必来的 酒吧 没有来过 没有来过 我记得 哇 哇